这两者之间就是原著作跟改作著作它之间的区别的话 它是可以构成黑暗大法 就是打出来就是黑暗大法 它一出来就赢了 你只要能够符合这个戏音乐著作的要件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把人歌全这个东西打趴在地上的 Dance Your Beats 我是Peter Wu 你现在收听的是Barnie's Talk 欢迎大家今天收听Barnie's Talk 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跟音乐还有法律相关的议题 现在其实大家看到音乐的一些演变 包括说我们看到更多的beat maker啊 然后producer 他们从幕后变到幕前的一个状况嘛 像是有一些producer tag 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RGRY嘛 它有一个怪强怪调的一个tag出来 剃刀讲啊 就是一些更有名的人跳出来 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一位法学专家兼音乐人 同时又是舞者嘛 然后我听说还有学剑道 对 老了的兴趣 对 好 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Peter 然后我们请Peter给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Peter 我大学的时候就读的是法律系 但是大学的时候不太认真 所以通常考试的时候都是窝在进墙跳舞的那些人 然后后来我跳一跳 跳出了一些还不错的成绩 然后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加入了IP Lockers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学东西很快 但是很容易又对一个东西没有兴趣 然后所以到后来老了胖了就开始做音乐 因为那时候耽误者的时候听的东西蛮多的 然后而且我从小学古典乐 然后所以其实我有这样子的技能 然后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一直没有把它输出export出来 所以到后来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是真正我可以开始把我所听到的 我会的东西 我的想法 然后我的当时的可能某个情绪 然后做抒发的一个管道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其实我稍微尴尬了一下 因为我找不到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我也没有那样子的才华专职 从事音乐 所以我开始跟教授聊 然后发现其实在音乐跟法律之间 它会有一定的焦点 就是后来就找到了租的权法 然后也顺势知道了 美国它在于 entertainment law 还有music law 这两块东西 它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领域 相较于台湾 因为他们的产业其实比较成熟 比较完整 到了Berkeley以后 就是专门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了解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议题是跟 除了跟音乐还有法律相关 所以我邀请了另外一位cohost 然后他也是我们之前节目上的来宾 Missy Missy Mude 然后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ssy Mude 我目前是专职的创作歌手 和职业的音乐制作人 希望能够辅助到Barnie 还有老师的采访 没有 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进入一个阶段 就是你们在聊那个音乐聊得很有火花 然后开始呈现一个放空的状况 好 那我们前面可能会先聊一下 因为Peter这边算是Beamaker出身的 然后我觉得在聊Beamaker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讲一下Beamaker是什么 然后可以带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就是取样这件事情 好 首先我想先澄清一下取样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不太精准的法律名词 所以我们可能会常常说 你从人家的商标用了一点点 然后拿来放在你的T恤上面 这个东西可能叫翻玩 可能叫做致敬 可能叫做取样 那所以我们这边先把它做名词定义 今天要讲的Sampling 它其实就是数位的取样 就是你从人家的已经做好的音乐作品之中 可能去找一段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再重新拼贴使用 那这个东西它的历史要稍微回溯到 大概9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黑人他很穷 那时候的黑胶唱片其实蛮便宜的 他们收集了很多的黑胶唱片 但是他们没有钱去学乐器 但是他们有这么多的黑胶唱片 他们可能就是把某个爵士乐 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听的R&B Soul Funk这些东西 他们把一个乐器 或者是一段的乐音 然后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拼贴成一个 他们自己的作品 这大概就是Sample的历史 所以这个Sample他们 比如说我现在看很多的Sample的教学 他们会说他们要去买这个Beat之类的 那这个他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去成型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样慢慢变成一个正规 或者是说不再有一些违法 或者是一些有灰色地带的过程 这应该就是取决于说 你今天这个音乐的类型 它开始慢慢变成主流 它开始有钱砸进来的时候 然后他们怕发行被告 所以他们在发行的当下 他们会去取得录音著作跟音乐著作 这个我等一下会讲 然后他们这些著作权人的授权 然后所以就是变成说 这个东西它其实本身就是违法的 那其实很多的法院见解对于这个东西 它的见解都一直在改变 然后很多外界的观感 对这个东西也一直在改变 那一开始大家会对这个东西不谅解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知识的不普及 然后以及制作方式的不普及 他们就觉得说 像有一个超级old school的判决 他就认为说 你现在用人家的东西 就应该要获得人家的授权 然后他甚至还引用了圣经的一个 一句话就是说 如不可偷盗 你不可以去偷别人的东西来用 这种超old school的见解 但是这个东西一直在被推翻 因为我记得Peter哥有做一个 因为sample或sampling 有一个光谱的 比如说我们取样一个东西 你可能取样的方式 或是取样的多寡 也会影响他发生上的判决 或者是说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观感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sampling这件事情 去讲一下 他可能会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样态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 其他人的作品做一个范例 让大家更了解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取样他这个东西的步骤 首先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你要去dig 你要去挖掘 他就是指说一个制作人 从一群的黑胶唱片 然后或是从一张唱片的一首歌 找到一个段落 那这个时候 Netflix他之前有自制的一个纪录片 他就那个Teddy Riley 他就提到说 因为当时资讯不流通 所以可能会好多的音乐人 然后窝在一个饭店里面 开始做军备竞赛 去dig那个唱片 好那你今天dig到你想要的段落 或你想要的唱片之后 你就会开始做chop 或者做lift这两个东西 那所谓的chop就是 将原本乐曲的节奏排曲 可能是一二三四 你把chop过重新切成 一三二四 一一四四 三四二四 这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对 那lift他其实就是从 原本人家的一二三四 然后你直接把一二三四 这个东西丢到你的作品当中 那你可能加入的创意 就不急于刚刚我们讲的chop 这么来得多 那我现在想要举一个 比较大家可能身为台湾的听众 会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 我们先从 我想举的这两首歌 都是Gordian唱的 第一首是飞行少女Gina 第二个是她教我过马路 那两首beat都是Josh 就是一个台湾的 很有名的制作人做的 那她这两首歌 她都是用了同样的sample 但是她用的手法其实不一样 我们先来听Gina这首歌 飞行少女 好我们大概听到这边 因为版权的问题 对 对 那你们就从我刚刚讲 你们知道这个是lift还是chop吗 我觉得 我先讲 因为我是外行人 我先抢答 我觉得应该是lift吧 因为它很像 因为它那个后面的那个原曲 原曲的那个架构 或者是说那个编曲都还在 所以你很明显的听出来 然后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那个 怎么讲 他们那个genre 那个种类听起来就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很明显到说 哦它应该是在一个既有的架构上 再去build一些东西 对没有错 它这首歌其实它就是用了真心梅的 哪首作品我忘记了 真心梅姐姐的一首歌 然后它把它直接做了tune的提高 对对然后就直接把它lift进来 就是它的原曲的架构 然后甚至它的歌词都还可以听得多多少少听得清楚 那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歌 好那这首歌相较于前面那首它其实把原曲切得超级碎 它可能就只有单音 那你甚至听不清楚它在唱什么 那这个就叫chop 对对这是在我们在sample的时候两个比较常做的一些手法 那它原曲是怎么样去表现 就是你刚刚听到lift那首歌 就是真心梅的那首歌 所以这两首用的曲样是同一首歌 对但是就是它用不同的手法 然后它听起来是不同的样貌 那在于法律上的话你对这两个东西就应该会有不同的评价 对OKOK 但是它实物上就是果蛋可能已经就取得 没有 所以这两首它是没有在 没有在串流平台上面发行 它只有在YouTube上面 那这边等一下又会提到一个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 有点像都市传说的迷思 就是你只要放在YouTube上面不引力就没有法律责任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会提 好像蛮常见这种误会 就是大家说我没有引力就可以合理使用 对就跟人面蜘蛛喷射婆婆一样是 烈嘴女妖这种都市传说一样 没有人真的看过 但是就是大家会一直信以为真 但我没有get到这个都市传说 好没关系 MISS有 可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讲一下 本身是个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OK 好然后我们刚刚从Chop Lift 然后再到后面的Flip 就是你要将原本那首歌 然后赋予一个新的感觉 就是像原本曾心梅那首 它可能就是台语的Pop Song 然后你把它赋予一个新的感觉 然后变成是一个Hit Hop Song的转化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一段东西拿来一直loop 然后它可能会做一些细微的抽拍或是M拍的变化 然后完成这首Hit Hop的作品 OK 那除了我记得除了Chop跟Lift 还有其他的形态吗 接下来就可能比较是Chop跟Lift是大家最常用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手法 但是它并不常见 而且其实它并不一定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它会成立 那我举的这个例子 大家来听听看 Bruno Master 24K 它前面这一段是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Toebox乐手 叫Mr.Toebox 它唱的 OK 我们听到这边 大家知道是哪一首 好 那我们再来讲的是Candry Lamar 她的Loyalty这首歌 你们可以稍微猜猜看 他们是用 他是用怎么样子的手法去用Bruno Master 24K的这个前奏 我知道 因为我看会资料了 他用了reverse 对对 他就是直接把它从后面往前播的这个手法 那其实 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在每一首歌 它都能够成立 因为你不一定每一首歌从后面往前播 它都会是一个好听的乐剧 对对对 这样算侵权吗 这个东西它其实 因为一首歌它同时有音乐著作跟录音著作 那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它在合体使用上可能会是加入适当程度的改作 那它能够主张合体使用的可能就会变高 就是它在判别的一个比例 对对对对 比例或者是你加入了自己多少的创意 然后到你的新的作品这件事情上面 那比如说我在Peter这边给我的资料 还有看到比如说像是mesh-up或是remix 那比如说就有我的理解 mesh-up是有点像可能有一些DJ在放歌 在做的这种接歌 它算是一种mesh-up mesh-up它跟接歌又不太一样 mesh-up它是指将两首不同 完全不同的人声 阿卡佩拉跟instrumental它搭在一起 这个叫做mesh-up 然后再来还有一些 大家可能会常听到的东西叫做remix 就是你今天用了原本这首歌的阿卡佩拉 但是你的编曲重新编曲 这个叫remix 那大家可能还会常听到有个东西叫做blue leg 它跟remix的差别就是前者 他可能remix他可能得到的是 officially的人声阿卡佩拉档 但是blue leg可能就是只是拿到人家最后的成品 然后你去砍它的高品跟低品值留下人生 所以blue leg它弄出来的感觉会再更脏 音质更差一点 那这边冷知之分享 blue leg它其实就是指私酿酒 那它源自于就是美国大禁酒年代的时候 人家会把那个威士忌 偷偷藏在鞋子里面掩人耳目 那它就是进而衍生了那些未合法取得授权的重制改作 然后最后大家可能还会再听到flip 就是将原本的阿卡佩拉 然后将主歌奸奏 还有副歌它的顺序做更动 然后最后重新编曲 那在电子音乐的时候 它可能它的drop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所以它就是remix它的一个子分类 就是比较特殊加入了更多改作的类型 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sample 那相较于前面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sample它用的原作的范围 它又更小更少 所以它能够 前面那几个应该是就是我们无用置疑 就是它你如果这样用的话 势必要取得原本的人的授权 但是唯一可能会比较有的争执 有的吵的是在sample这件事情 这是我的观点 OK了解 好所以大家大概知道说sample是什么 然后它的一些表现的形态 跟取用的一个比例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接着聊说 那sample取样跟著作权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敲邀约Peter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一个问题 我这样直接播范例的歌曲 那会不会有一些侵权的问题 这时候Peter哥就给了我 那个著作权法的52条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说 所谓的合理使用是什么 然后它的实物上 它的比例是怎么样去抓的 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在做podcast 多少都会有点担心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有没有问题 因为它毕竟比较算是一个公播的内容 OK 首先要谈到著作权 我们今天整个的 你刚刚讲的东西 它的整个核心问题是 它有没有构成著作权的侵权 那要探讨著作权的侵权 有三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就是 你今天原本的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所谓的原始性跟创造性 它是不是被著作权法所保护的 第二个才会尽到说 你今天是否构成侵权 你是否有接触原则 然后你这两个东西是否有实质近似 再来你就算构成了侵权 那你是不是可以构成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它 我很喜欢把它叫做是小夫 对 小夫我要进来 不要不要 就是今天合理使用的 胖虎是强制授权 那小夫是合理使用 小夫他常常跟大雄会讲说 今天你要借我的遥控飞机可以 但是你要把哆啦A梦的道具借我使用 你今天要用我的著作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符合著作权法第65条 它的一些像是目的性质 目的性质 然后质量还有潜在市场的影响 这些条件 如果你构成这些条件的话 你才可以合理的使用我的著作权 好 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播一些别人的歌曲 或是有著作权保护的内容 那我们怎么样去抓这个比例 五秒或是怎么样 那它的判断的基准大家会在哪 这个又是一个常见的都市迷思 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人说 你今天没有盈利就没有关系 然后或者是甚至我听过最奇怪的是 你用了两个巴就没有事 用了几个小节就没有事情 这种都市传说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正确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合体使用它这个东西 它必须从目的性质质量 还有潜在市场 这四个要件去做综合判断 那所以今天你就算说用的很少 但是你用的譬如说你用的人家的是副歌 或者是用了人家的东西是前奏 那这两个东西它其实就有不同的评价 那或者是今天你用的东西 就算是完完全全是商业性质 你今天把人家的东西拿出来重置 然后拿出来商业使用 但是你加了不一样的转化程度进去 或者是你今天你的新著作的发行 可能同时带动了它原著作的市场的提升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它是完全做不同的评价 那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做案例的分享这样子 OK 我们先从著作权的这个目的跟性质 目的跟性质 合体使用的这个目的性质来讲好了 就是大家会常常会认为说你今天不盈利 没有商业的收入就不一样 但是其实这是要从下面刚刚我们讲四款 去做综合分析 那大家首先会常听到parody这个词 它就是我们讲的戏虐著作 那它其实就像黑暗大法师 尤其是网大家都看过 黑暗大法师它会一打出来的时候 它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去构成合体使用 那其实最近很红的就像是 曾博恩他改流乐园的那个台湾这首歌 那他加入自己的转化 保护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 他们不应该给予过多的限制 那大家那时候很多教授 他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其实就引了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判决 他叫做Campbell vs. Arcov Rose Music in Collaboration 他这首歌他其实原曲是长这个样子 这首Pretty Woman 然后到后面 Toolive Crew把这首歌用了前奏 然后还有就是用了讲Pretty Woman这个歌子 那他主要这样讲的就是 他想要反奉就是当下 当时一些女生的一些审美观 还有一些仇视女性的那种社会现状 那其实他用了那个Pretty Woman 原本的这首歌 他是为了要评论一个事实 然后他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如果说你今天使用这个著作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有更高的言论价值的目的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法律 其实是要给你适当的保障的 对 那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他又牵扯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著作权 他有个东西叫做著作人格权 你今天完成一个著作的时候 你可以防止人家去不当的改作 那这个时候就跑出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今天人格权跟合理使用这两个东西 同时打擂台的时候 在battle的时候 那到底是要给谁胜出 那其实美国在这个东西 这个相关的案件很少 因为美国它是没有保护著作人格权的国家 那所以我这边找到一个很有趣的案件 它是欧洲法院的判决 它叫做德文我不太会念 Divita Wildner 对 然后他其实就是用了丁丁历险记的一部漫画 然后最后他把那个人的头改成是他们那个市长的头 他这个东西他就说了 你今天会用人家的东西来做parody 基本上这个东西原著者不太可能会同意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让我的东西被人家乱改 所以基本上你不太可能举的授权 用图像来比喻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迷音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迷音也不一定会完全就是贬损原本的 著作权人的人格就是了 但是像我们刚刚讲的parody 他其实是会完完全全的去造成原著作 他的人格权的减损 对对对 那其实像是在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欧洲法院的判决 他就有提到说你今天如果新的这个作品 他符合了原创性 然后而且他就带有批判性 然后他又有嘲讽的性质 他这个东西是够幽默的 然后能够造成这两者之间 就是原著作跟改作著作 他之间的区别的话 他是可以构成黑暗大把 就是打出来就是黑暗大把 是他一出来就赢了 你只要能够符合这个戏虐著作的要件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把人格权这个东西打趴在地上的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 要件会比较低 就像你黑暗大把是你要抽到他的手 抽到他的头 抽到他的左脚右脚 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 对对对 好那这个是目的的部分 然后再来性质就是 性质跟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比较无关 因为他其实就是在讲原著作他的 他的原创性高还是不高 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新闻报道 或者是你今天引用的是哈利波特 那这两者他就会做不同的评价 好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今天用的质量的比例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 质跟量这是两个东西 质是用的部位重不重要 对然后量是用的多不多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侵权判断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构成十字近似的这个部分 他会有一个叫做微量原则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取样可以稍微提一下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 你今天在潜在市场跟与现在价值的影响 他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在音乐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像是互补财 他就像是咖啡跟奶精 你今天用的这首歌 他同时带给原本的歌一定的收益 因为大家不会说听了这首歌 然后就不去听了另外一首歌 不会像咖啡跟茶的关系 对你喝了茶你就不想喝咖啡一样 那我这边想举的例子是MC Hammer 他的You Can Touch This这首歌 他取样了Super Freak 我们来稍微听一下 OK那Super Freak这首歌是 1970年代的作品 那我们来听一下MC Hammer这首歌 OK那这边做一个冷知识分享 就是这首歌其实是MC Hammer 他那时候在机场在等行李的时候 然后他听到就是机场那边的广播 在放那个Ricky James的Super Freak这首歌 然后就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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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管理行李的人 他就看到有个小孩 他要拿用手去摸那个行李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 Can't touch this 然后就MC Hammer就脑袋就 然后就觉得 我把我把这两首歌弄 这两个声音串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了这首歌 好那当MC Hammer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Ricky James他就去提告 然后但是在提告的没过多久 他马上发行了 Super Freak这首歌的复刻版 然后MC Hammer这首歌 他在全球当时的发行量 好像是一百万张 那但是Super Freak 可能就只有几十万 那这样子到底是谁占谁便宜 然后或者是MC Hammer 他最后有没有带动 Ricky James这首歌继续的发展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虽然说这个案例到最后 他们是和解收场 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判决的标准 可以当作参考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 潜在市场的影响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帮大家review一下 这首歌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取样的形态的lift吧 没错没错 他就是用了人家的前奏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在加持吗 对对对 好了解 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那个MC Hammer这首歌会比较红 因为你刚刚在播原曲的时候 你看我连他叫什么都忘了 我都脑 那个心里都会想起那个contouch 可是你今天就算知道 如果说你今天回家后 知道了MC Hammer这首歌以后 你会不会去找Ricky James这首歌来听 应该会 对啊你会好奇说 对对对对 原本的歌到底长什么样子 为什么他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其实他也是同时在带着原本那个著作他的发展 他当一首可能已经死掉的歌重新又活过来了 对了解 对对对然后我可能再回到这我们讲的是合理使用 那我们可能在跳到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要分享就是是否构成侵权这件事情 我再提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叫做Newton 然后跟Beastie Boys的这个案件 稍微找一下 OK Newton他是一个爵士乐手 然后他用了爆吹的音色然后吹了长笛的前奏 听起来这样子 这种歌听起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的平淡不思无华 然后Beastie Boys他就揭取了这整首歌的三个音 然后拼成了Pass the Mic这首歌 OK我们听到这边就好 那其实这个东西他又比起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案件他又用的东西又更少 然后而且用的那个东西原本的那个东西他 他又更单纯他不像有加入了这么多创意他是一个乐剧他可能就只是个单音 所以他就是 音效 他不是音效他是用那长笛然后做爆吹的那个效果 对对对然后他就只用了三个音 然后这个法 放在前奏 应该是说Newton他这是整首歌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也不是前奏他整首歌就长这样子 那所以他就用了他整首歌的三个音 那法院他这个时候认为就是今天你这个东西他构成deminimus就是微量原则 你今天用的法院不管这些琐碎的事情你这个东西用的太少了 然后所以他基本上他根本也不用判断合理使用他根本不构成侵权 那但是用了几个音会构成侵权这件事情我也没办法 明确告诉你因为在美国的判决上面也是有就是用了六个音他就构成侵权的 你之前是不是有资料说什么四个音以上 没有那些都是就是看 就是个案判断 但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会想要抱怨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你法律不干脆 规规范出一个很明确的范围让大家去遵守 但是其实我认为这样做其实正确 因为你如果万一真的规范出四个音或是五个音 这样子不算侵权的话 就会有些有心人士他会用一些取巧的手法 然后去规避这些东西 对所以这个在著作权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然后这些多寡的问题 他们法院都还是要回到个案去做判断 等于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音乐 比如说我们很常看到说可能图书或者是印刷文刊 就也会有一些很天才的 可能老师或什么印了整本 然后说这个是 就是教育使用不是商业 或者是 或者是像可能论文或这些文章 大家会说什么合理使用範围什么三分之一 可能其实都是 不就是他是要用个案去做判断 就像你一本书你论文那些东西你引的东西你引的那部分到底是不是 他的那份论文的重要部分 那你讲的合理使用 那些他作为教材的这些东西 他虽然是构成合理使用的目的 但是他通常都还是要注意到他的 质量 就是引用的那些范围的部分 就像我们刚刚在放这些歌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放了一段 一小段而已 那虽然说我们今天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但是 我们也不可以把整首歌就这样放在 放在这个整个podcast上面给人家听 就是同时注意到质量的部分 所以可能回到我们这个case开始帮自己辩驳 一个 一个小时左右的节目 那可能每一首歌可能放6到7秒 然后是为了一个 我们讲取样跟著作权的一个目的而使用 所以基本上他就比较不会有 侵权上的议题 是没有 可是那如果今天是在闲聊然后放一首歌 那可能就 准备 钱要准备一下 就是可能重拾 侵犯到人家的重置 还有三公的权利 然后甚至其实还有一些 像YouTube他在做后台审查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人他去做一些 规避的方式 像是他会把原本的那些音乐的音质弄得很差 他可能用EQ或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合体使用的四个判准 他不会侵犯到他的潜在市场 可是像 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某一些歌 因为有取样的关系 没有办法上串流的音乐平台 那这中间他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些怎么讲成功的案例吗 或是说怎么样子的取样是他后来有上 串流 音乐串流平台 还是说 还是说音乐串流平台本身他就会有限制 应该是说你今天 音乐串流平台他也是怕变成共同侵犯 所以他会要求你今天上架的东西 他会要你把版权清干净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之前协助过处理 取样授权的一个案件 像是 他这首歌是詹世贤 他的最近的我和最近想的事以及在意的人数 对没错他歌名就是这么长 超文青的 然后他取样的就是叶树英 一个我妈妈那个年代的那种歌曲 我们先来听一下 好我们来听詹世贤的部分 我们可以听到詹世贤他就是用了叶树英他原本的这首歌的 一小部分 那所以那个时候詹世贤他找我去做这首歌的授权的时候 他很复杂就是因为其实一首歌我们听到一首歌 他都同时拥有两个著作权 第一个就是录音著作跟 音乐著作 那什么叫录音著作 我们就把想象成是你今天去KTV唱歌的时候你唱的东西 那音乐著作就是你今天去 KTV的时候 他就是你可以 音乐著作你就是把想象成就是 乐谱上面的音符跟歌词 这个叫音乐著作 好那这两个东西他同时归属于 就很可能他会归属于两个不同的人 像是叶树英这首歌的时候他唱的时候他唱的东西 他可能是属于唱片公司 那但是那家唱片公司后来也解散了 那所以我们得找到唱片公司那首歌 那个当时的老板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录音著作可能会交给机管团体 然后去做管理 那好险这首歌他没有交给机管团体去做管理 所以就是录音著作你只要找到原本那个水音唱片的那个老板 去做首选就好了 所以如果是翻唱的话 就是音乐著作 对没有错 那音乐著作的话 他同时又分成词 跟曲这两个部分 词的部分是在 页数 这个这个 这个案件有点久 可能要再想一下 就是反正他那时候是 同时分属在两个不一样的 著作权人的手上 所以你同时必须取得这两个著作权人的同意 然后如果说 今天他们又把这个东西加入了 就机管团体 像是Muse的这些 专门在帮人家收取三公的费用的话 你上串流同时就是 用到了人家的三公 所以你同时 除了取得原本著作人的 重制权的同意之外 你还要必须取得 机管团体 他的三公的 著作利用授权才可以 所以 可以这么说 应该说越有名气或越大牌的 歌手你要跟他 谈 这个授权就会经过更多的 对因为通常他们这些 歌他越有名他可能使用的 状况就会更多 他不可能自己发行 然后自己还要再去收取那些版税 他们势必会把这些三公的权利交给 机管团体去做收取 那机管团体他可能在收取一些 扣掉一些 归费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版税 分配给应该收取的这些著作权人身上 所以后来这个案子是 后来就是上架 顺利上架 对然后他好像是有 KKFarm去做发行 然后上架到YouTube跟 反正就是你那些上架公司 他会把他上架到Spotify Apple Music KKBOX就是你所想得到的串流平台 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 那但是像是 你跟叶 就是跟这些作者他可能就有不同的谈法 每个人可能要的比例不一样 每个人要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像当初叶苏英老师 他就是有要求说要把这个东西放在 就是他把他的credit然后放在这首歌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Spotify上面就会看到詹世贤 FIT 叶苏英这样子 所以他是用FIT呈现 他是用FIT呈现 但是其实他是用 他他 虽然是用FIT呈现 但是 他 实质上的利用方式是用取样的方式 他不是就是 真的找到FIT 对 叫叶苏英老师 然后来录音室说 老师你帮我唱一段什么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background呢 会觉得很像FIT吧 因为他就是一段一段这样子 不像 因为他的那个整个空间不太一样 对 了解 好 我记得Missy你的歌有 交给那个托管集团 有啊 我也有加入MUSED 一定要这样子保护自己的作品 其实也不一定啦 这一段说 不好说 就是 其实 像是 这个这个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可以讲 就是其实像杰维尔他就是退出了MUSED的管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MUSED他有很多的姐妹分会 所以他们在可能在其他国家都有人去帮你 处理这些版权的收费 但是唯独漏了一个国家 国家 我们这边可以讲国家 OK 然后反正就是周杰伦的东西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特别的红 但是在这个国家这个地区他并没有姐妹分会帮他去做收取 所以周杰伦他的版权那些东西他是撤回来自己在做管理的 可是他不能切区域或切国家吗 我加入MUS 然后他帮我处理中国以外的 没办法 因为像这些做AMR或者是做磁取经济的 他要求授权都一定是做全球授权 对那我最近也在处理一个磁取经济的唱片公司 他们希望把某个地区的这个版权拉出来额外处理 那就希望能够处理得成功这样子 所以杰伦的状况是他自己管理 所以其实你前阵子蛮有趣的一个案件就是 李梅珍就是他那时候不是翻唱了 Mojito 对那你会看到其实发出声明的并不是 他把它放在网路上吗 所以他同时牵扯到的是重制跟公开传输 那MUS他没有出来发声明 而是就是全部都是杰伦自己发声明 因为这个东西他的全部的猪肉财产权 都是掌握在结尾的他自己手上 MUS他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关 我本来讲机器 国家机器都可以 就反正他在收取一些东西 他就是拥有很多的会员 因为他毕竟是现在最大的机关团体 那但是他在推行一些政策或法令 其实他走得很慢 因为他的会员太多 他必须要兼顾所有人的利益 所以其实讲一个我之前碰到的真实的案例 就是他其实没有做直播这件事情的授权费率出来 所以等于说今天我那时候帮我的客户 去做直播的这个授权申请的时候 就因为他没有这个费率出来 所以其实我不用去缴这个 我不用去取得这个利用的授权 应该是说就算我不取得利用的授权 他没有办法用这些权法的刑罚或者是什么东西来对我提高 这边直播是指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开LiveStream 然后播这首歌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他是 你说他没有去谈 他没有他现在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费率的公告标准出来 他有公开传输的费率标准 但是直播跟公开传输的费率是不一样 他们认为说这是另外一个新型产业的形态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东西 他要做不同的费率判断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的费率是什么 他说这是他们内部讨论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不公开化 那对于这种疾管团体 有一个疾管团体管理的条例 他就声明说你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公开 如果你不公开的话 你不可以向人民主张说 你应该要付多少 那其实直播这个东西已经行之有年了 可是直播不就是公开传播的一种 对没错 但是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他是另外一个形态 所以他要用一个更高的费率 然后去做授权 或者是应该是说 他原本的公开传输的费率 他在于他的那个点击数 他比较像是你今天上架串流平台 去听那些音乐他的那些点击数 他用趴数然后来做抽成 那但是其实他这个东西的计算方法 他没有办法全然的移植到直播这件事情上面 对因为他直播的那个观看人数他是流动的 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全然的移植 所以等于说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费率出来 所以现在状况是不用钱 还是说他就比照公开 应该是说他不是不用钱 而是他没有办法去跟人家用这个费率去charge 对没错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到底是大家都乖乖取得授权了 那些直播主都乖乖取得授权了呢 还是其实Muse的没有在管这件事情 我觉得Muse好像没有在管 没有在管 对所以如果在你不管这件事情的下面 那你是不是罔顾你下面那些加入你的会员的权利 好啦我还没加入啦 还在谈 还在谈 这个只是我对这个疾管团体提出了一个质疑 那当然我觉得有人来帮你管理这些东西 当然是好的 但是你要尽你所能的去为会员去做维权 了解 在下集的内容 Peter会跟我们分享Beamaker在音乐产业里面扮演的角色 以及通常Beamaker都是怎么做歌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的音乐内容 别忘了每周三晚上七点的Barnie's Talk 哦对了 也别忘了在Apple Podcast给我们五颗心的评论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一起成为有品味的都会玩家吧